大家好,我依然是追影,现在继续我们的拳晃202 风云在一起加强吧,对接解说 现在一匹手法八神,二匹卢卡尔 我们来看精彩的对决 八神跳低压制,跳C压制 一个百合哲上去 诶,卢卡尔 直接消风抓起,接连招 上八只女 又是一套 这是一套26连 没有上7 好,一个暗勾手继续勾起来 再跳,AB闪身过去逮一下 卢卡尔挂掉 JRP根本是跟不上节奏啊 现在来看继续下一场啊 猴子出场了 猴子直接冲起来 八神一个暗勾手勾到 猴子偷下盘 猴子很 很 很健啊,打的 继续再偷 然后偷下盘,上必杀 封起来 又是一个三十一连 再踩 八神这次貌似 找不到感觉了 被猴子挤在脚里狂揍 现在来看 继续来看下一场 看皮鞭女出场 哎,这皮鞭玩的好溜 再翻 皮鞭女的连招也搞起来了 上必杀 狂冲猴子 这个必杀简直是太有观赏性了 你看那个皮鞭女那个眼睛啊 感觉设计游戏这个设计者好有好用心 皮鞭女的眼睛 皮鞭女的眼睛 那个眼神啊 太疯狂了 感觉 现在来看第四场 看草屉出场 这已经是一批的最后一个人物了 啊,草屉还是挺猛的 又连到 直接大蛇屉烧死他 非常狠然的草屉 现在七夹射出场 这都是双方的最后一个人物了 哎,这七夹射 全脚压制还挺厉害 搞得这个草屉已经是没有机会了 这一次独了 拖椅被废 哎,现在已经磨了 草屉已经一半的血了 已经磨了 又被打倒 要被磨死了 哦呀,给了草屉已经一个机会 但是他没连上 直接神尘走起来 这是隐藏搞起来了 一个大腿搞起来再上 大蛇屉烧一下 挂掉了 威武汉烧 season 我要